由二月到現在這段時間 很多學校 特別是私校都水深火熱之中 所以很多我之前做的那間學校 都說因為收失賓不足這個原因 就沒有再跟我續約 我前後都發了五十封CV 但只有兩間有得讓我去interview 現在都沒有消息 年輕人沒辦法 好像Owen這樣的情況 在今時今日的環境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根據最新數字 今年6至8月 整體失業率雖然維持6.1% 但20至24歲青年失業率達到18.5% 20至29歲失業青年超過73.000人 按年急增8.1% 增多足小 人力市場失衡 今年6月 全港空缺只有39,000個 較去年同期大跌4.6% 大學畢業生職業空缺數據也顯示 今年頭8個月 兼職和全職職位按年跌4.2% 重災區是酒店業 跌7.2% 只有494個空缺 教育行業出乎意料 跌4.9% 只有1766個空缺 教育行業一直比較穩定 過往畢業生都不愁找不到工作 但疫情下仍然走不甩 世紀性的疫情使得教育行業受到比較大的打擊 所以在限聚之下 變成有很多學校 又或者是補習社那些都是停學的 他們停學自然對教育方面的人手 自然的需求就下跌得很嚴重 疫情之下國內生亦都下不了香港 或者減少下來香港 國內生在疫情之前 譬如是社會運動的時候 都已經減少下來香港 這方面亦都會影響了對教育方面的人手上的需求 幼稚園作為教育行業其中一環 至今已經有多間幼稚園停辦 鄰近邊境的幼稚園 教值大減 更加出現人手過剩 可以說是一直難求 給一個月時間給自己 即是十月尾 如果還是沒有消息的話 就可能真的轉行 做一下外賣 都望記者岑指浩在那裡 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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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